171 香港經濟日報 內地資金現退潮外港樓市 2015年7月27日樓市論壇 D.07大行觀點報小明美聯物業住宅部行政總裁 A. 古經歷了一輪攻防戰 港股徐波逐流 至今市況雖暫時回信 但如真威脅未徐 早前受惠A. 古升浪 令市場財富聚集 大大提升了房地產購買力 據內地統計局公布6月樓價走勢 深圳新樓售價仍然領帳 為股災後市場氣氛轉變 7月份的樓市表現或打回原形 內地客減豪宅升勢緩隨內房受額外 內地人來港子熱反彈勢頭亦收了 至去年下半年內地A. 股展開大牛市 財富效應大動內地買家回流本地豪宅市場 綜合土地註冊處數據 根據已知的個人買賣中 以英文聲明拼音辨別 今年第二季節至5月份 內地買家佔本港以首逾千萬元 及如五千萬元註冊市場 註冊比率齊現反彈價局 註冊量比率分別升至約8.5%及12.5% 註冊金額比率分別升至9.4%及10.8% 為6月份內地股市現大調整 縱使中央連環落重約糕市 市場站見蠢穩 觀望情緒未散 加上內地人資產受股市波動影響 或撒停回流趨勢 該比率第三季有機會轉升為跌 未來若A股跌勢持續 有機會令豪宅追落後步伐受阻 當下市場焦點重回物業市場 股市散戶仍然還得幻失之際 尊頭文化抬頭 更一發展商重拾步伐 物羅緊股推盤 入手樓市活力重現 這邊商場沙幻盤損價揭中 再度觸動上車客神經 收票量破防協紀錄 那邊商下半年首個大型一首項目 亦登場在職 涉及單位如九百貨 隨該盤坐落的東沖區外 元朗區亦成為下半年一首上車盤的主戰場 為新一輪一手戰掀開圍莫 專頭續升值買轉租增 市民上車事業之火燒得次熱 然而至今仍然有不少准買家普觀望心態 為物業大減價望穿秋水 然而最好涉樓價十級而上 市民的上車原夢無日無知 近日本行促成一宗粉嶺 獻程間兩房戶成交 新業主是一對七零後夫婦 努力儲錢十年買樓 加上從股市套利 得以儲舊彈藥 榮升新業主 成交報道後引起一陣空洞 市場高唱上車不時蒙 專頭持續升值 首置門檻隨之提升 加上政府接連出招八市 令不少市民轉買為租 延緩上車計劃 為期間租金走勢持續上揚 令無樓一族住屋負擔亦不興 美聯租金走勢圖所見 今年6月底實用面積每呎租金約33.9元 岸月續升約1.1% 以上半年則累積上升約3.5% 當中世價租盤成交比率亦見下跌 按本行促成的全港住宅租募資料 發現一萬元或以下的租募比率 有2009年上半年如五成反復回落 至今年上半年約11%低位 反觀過萬元的租募比率均6顯著增長 數字反映制價租盤入場援纜上升及盤原收窄 一萬元以下的租募個案比率 有機會進一步跌穿1成以下水平 全年租募趨勻了升7%值得注意的事 過往內地大學生市租募市場其中一個動力 東鐵園赤換及大學附近屋苑教授追捧 為過去數年內地生來港讀書人數升勢放緩 估計搶走潮推息 第三季租募看升2%至3% 來港讀書人數升勢放緩 預期租募高峰期後 租募走勢趨勻 展望全年升幅約7% 新界區升幅由其突出 漲幅可達1成 新界區升幅 充足部門 新界區升幅 中文字幕企業 電腦 公司 導致